翻堂式蛋糕的一种装饰材料,有很高的延展能力,可以将蛋糕从单纯食用变成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。 大陆就有一名超厉害的翻堂蛋糕达人,做出来的蛋糕让人真的舍不得切开吃掉。 周易是最有才华的装饰蛋糕师傅之一,做出来的蛋糕都栩栩如生,让他获得了周易堂王的称号。 他参加英国的国际蛋糕比赛,得到了三金二铜的优异成绩,作品展现出中华文化与传统艺术的美妙结合。 这个武则天蛋糕更获得了金奖,货班国际最佳作品。 评审在试吃作品时,因为作品太美丽精致,都避开蛋糕主体,让武则天得以保存完好的样子。 武则天的神韵相当传神,制作这些翻糖蛋糕非常不简单。 妄忧性的这个美女花了周易非常多时间,调整头身比例,以及神态的刻画。 当比例跟神态都调整好了之后,手指又是另一大关卡,让周易光是手就做了七八次。 整个翻糖蛋糕相当耗费精神与时间,才能做出完美的作品。 这些衣服的褶皱,都是翻糖蛋糕的堆叠,跟传统只赶了一张铺上蛋糕体的方式不同。 是用穿戴的方式,放在人物身上,这更增加了复杂度,但也让作品更加生动与真实。 就像真的衣服一样,就连孙悟空身上的盔甲也都是翻糖制作的哦。 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看完之后真的太佩服她的手指了。 她的手指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? 这么灵活的手指真的好想要摸一把哦。 会贴的。